各位卖子学位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ATMR5绘图 那这一小节我们学习ATMR5绘制字符串 那以后我们用到这个对象呢 我们把它都叫成CTX C呢就是第一字母 T呢就是TX这个X 那绘图主要用这个对象的API来进行绘图 那绘制文字呢 我们主要用到以下的这个两个 两个方法 还有一些属性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呢叫FileText 凡是有File就是填充一个实心的字符串 那StrokeText呢是空心的一个字符串 那这里边的参数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Stringing的 就是你要画文本的事 画文本的是哪个内容 画文本的内容 那这个呢是文本的坐标 是文本的坐标 那这是最大宽度是多少 这个呢参数可以不要 那我们也可以给一个font 设置文字的设置字起的这个 呃比如说是粗细 粗细大小以及什么呢 字起是什么 TextAlign是文字的水平对齐方式 还有TextBaseAlign是垂直对齐方式 好那么现在看一下 HTML5的这个API 我们打开浏览器 百度 我们找到W3School 教程 好我们在教程里边看HTML5 HTML5的画布 我们看它这个参考手册 我看看参考手册 好这地方 那这地方虽然没有跟你说 就是GetContext 也就是CanvasRenderingContext 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它支持的浏览器是AE9以上 或湖OpalCream等等 那颜色样式和阴影 这给了大家很多属性 然后方法 那我们画质 绘文字的话 应该是FileText 我们找一下 这三个属性 画文字主要这么几个 Funt 设置文字的这个字体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大小和字体 直接给个大小和字体 那FileText是给一个字的内容 然后它的坐标 好那么还是写程序吧 很简单 好复制一下 Index3 Ctrl-C复制 我们叫Index4 确定 那同样的还是这个画布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些删掉 我们只是画一个文字 ctx.font 设置一个字体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 out写个看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那这就给一个 34px大小 然后是 然后是 微软 压黑 微软压黑 就是字体 那收完字体以后 我们就可以画字了 ctx.fileText 那第一个呢 就是文字的内容 文字内容就是 大家好 坐标呢 第一个x坐标给上100像素 y坐标给上150像素 好那么看文字能不能挥上 其实我们还没有设定这个文字的这个颜色 好运行看一下 这是黑色 大家好 已经写上了 那我们也可以设置 ctx.fileText 警号 00f 这RGB的颜色 好这样的话变成蓝色 其实要设字体的颜色 我们就用filestyle来设 那这个呢 我们是设置一个实现的字 那我们也可以设一个空性的字 那ctx.font 好 直接来一个strokestyle 好 把它复制一下 Ctrl-C Ctrl-V 那x坐标呢 1000 这个呢 给上250 200吧 200 好运行看一下什么效果 没保存吗 好 这地方我们要设一个ctx.stockstyle 给个红色 这个可以给颜色单词 也可以给16进制的这种颜色表示 好 Ctrl-S 好 没有出现 那么再来一组 我们这个方法用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text 好运行一下 那它两个区别就是 stock的话就是空性的文字 那file的话 file text就是实现的文字 那这两个属性呢 注意看我这用了一个font font呢 其实它这可以给三个值 我们看一下这个API 那font它有fontstyle 这可以设置字的这个字体 也可以设置字的这个粗细 也可以设置字的什么呢 字的变体 那一般的话我们要设 还有fontsize 那我们这一个变量 一个属性 这给了 可以给三个值 那比如说我要加粗的话 这给一个board 加粗 这三个值就像我们写css一样 它可以自动识别 control weight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 这个就变粗了 加粗了 加粗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三个值 fontsize fontweight等等 fontfamily等等 这样来设 好这是这个文字 好退一下 再找到这个参考手册 那这个对齐方式 对齐方式 水平和垂直具体 对齐方式 这呢大家下去参考一下 我们这个手册就OK 这是start start的话就是 这是end 就是textalign呢 它是设置水平 水平对齐方式 如果这条蓝线设的是 我们放文字的x坐标 那start就是 从这个从这 从这对齐 相当于左对齐 如果设了end 你又对齐 那我们试一下 center的话就是集中对齐 那么试一下 这个坐标呢 我们设的是 100 我看看100像素 100像素 那么给这个地方设个c7x 叫textalign textalign等于 那么设一个start start 好刷新一下 嗯 给错了吗 是叫textalign start c7x 这错了 contrl s 好刷新 那左对齐呢 就相当于 相当于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是100 这是100像素 从这对齐 这要左对齐 好 那么再来一个end 再来end 看一下 把它换成end 换成center吧 center 再刷新一次 那相当于 这个是100像素 那这个文字就放到什么呢 正中间了 一般我们用的就是left end和center 那从这个图大家很容易能看出来 这是水平的对齐方式 那还有垂直的对齐方式 那还有垂直的对齐方式 叫textbasedline 那垂直对齐方式 这个大家也能看到 如果是top 如果指定了垂直的这个坐标 比如说这个垂直坐标是50 蓝线是50 那top 如果设定top的话 就是字顶上 字顶上是50坐标 那bottom的话 字下面是50坐标 还有middle 这一般用的top bottom和middle 这下就自己测试一下 叫textbasedline 设置字的什么呢 垂直对齐 那画文字呢 主要用到这么三个属性 和这么两个方法 那这小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 相对比较简单